Hi 好了,好見 好享受這個放暑假的生活 每天都睡到黃昭白夜 喂,大哥,是這樣啦 不是這次睡,現在不睡 但我也記得要拍片給大家的 也有更新的Instagram 還有更新的Facebook Instagram更新的,所以記得留意更新的Instagram 好,今天要教大家10個 香港人經常讀錯的英文字 加油 本來很多年級,同學會讀這幾個字的時候 都經常讀錯的 很多的大人,他們上班的時候 經常看到這些字都會以為自己讀得對 我經常都說,別人明白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可以讀得好一點 那當然是改善了他們讀好一點比較好 今天有沒有發覺我轉了環境 在我搬出來的客廳聽到 拍東西真的太亂了 放鼠也是這樣,誰會失防 好,馬上開始 看10個字裡面你有沒有讀錯 第一個字,我想這個字是全世界的人都會認識的 都會認識它的意思 但是為什麼讀讀都會讀不到 好,準備1,2,3 我想有10個香港人裡面,有8個人都讀這個字 就是下載 其實這個字不是只有一個音 是down down 你不要覺得我的嘴巴好像很拔齒 down 我突然想起,我這樣好像一個人 但我阿公呢,做什麼 我很喜歡看她的影片 其實我阿公是不會懂得讀的 因為我不會懂得懂英文 記得,你可以看到 一搭,兩搭,就是下載 下載 所以經常會教你的 它是一個名詞 一個 下載 下載 不是打下載 是下載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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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let's go to downtown 不要做多了,不要做多了 不需要這樣的 ok,let's go to downtown 第二個字 第二個字呢,我想 每個人上班的時候都一定會說那些字 老闆問你 那你有什麼建議 ok,你有什麼suggestion 下面那個字怎麼做 如果讀question 那你真的要回去問問你的老師 為什麼會這樣走 這個字是讀question question s-t-i-o-n 就是suggestion 有一點像中文字那個 踏上者無盡 女套的盡 ok,question 那所以這裡呢 就是suggestion 我的suggestion 還有什麼例子呢 譬如,如果讀攝影機就會知道 燃燒台盡 combustion 那下次呢 如果你姐問你 有什麼建議 可以說 啊,我的suggestion 就是 快點認識我 跟家人 第三個字呢 其實香港有一個商場 曾經有一個商場 還有這個字呢 你還有他的商場的名字 哇,男士恩物啊 Grad Dean呢 一定去這裡 我認識啦 這個地方都已經收拾了 不要緊啦,收拾了都要懂得讀的 這個字呢 其實 如果你就這樣串 你應該要想 那麼,雞呢 就是加個K Chick Chick 其實是錯啦 這個字不是英文 是外借借的 那所以呢 其實他這個字呢 是 這個ch音 是發sh音 所以呢 怎麼讀啊 你讀一次 沒錯啦 就是 Chick OK Chick 所以他整個地方的名字 是叫Chick 之寶 Chick Chick的意思是很優雅 很高雅 很Elegant 類似Elegant 這些字 classy 這樣的意思 還有一件事很不明白的 為什麼香港這麼喜歡 就是無論一件 這個名字 喜歡交入文字 我很不理解這個 這個集中這個構成 不過幸好現在越來越少了 因為我覺得很噁心 對 是 三種意義 在一個名字 OK 不過anyway 這個Sunch Can 在最後就結束了 而他就變成 好像叫做W Plaza 的 入口裡面 是完全分別的 跟Chick 所以 Enjoy Yourself 第四個呢 簡訊的字 全部人都懂的 但是全部人都會讀錯 正確的讀的 其實是讀 Music 嘴唇突出來 Music OK 你不要覺得很低能 其實是這麼低能 就是你這些 這些細節位 其實就是這些低能的 口頭practice出來 那當然啦 你一邊做下去 慢慢改 慢慢改的時候 你這個潛移文化了 你就不會再 Yeah Music 你不會這樣 OK 你就會變得好很多 好 下一個節 非常重要 尤其是這段時間 學生畢業 要找工作 那這個字呢 就一定要懂得讀啦 TADAAA 好像沒有可言 沒有這兩片 這兩片我都得知 那兩片你都知道啦 這個就不是英文字了 就不要跟我說resume OK 所以真的有resume這個字的 就是是解繼續的 但是打機就一定是 OK resume 但是當你說建功 說你的履歷的時候 是resume resume 其實它是一個 French的 又是Volive Word 我不懂French 但是以我所知 resume的意思就是 好像summary 一個簡介 一個關於總括 然後這個時候就 resume resume OK 下一對字 當然 經常都會讀錯 很棒 很棒 對呀 你一看的時候 都會放 特地調完 玩的 就應該這樣 OK 但是很多人都會讀錯的 OK 一時心急會說錯了 第一顆字 這個字是解 沙漠 你看到 這是什麼 很出眾 很出色 哎呀 它是一隻狗 不是 它是一隻駱駝 還有這個仙人獎 這裡是重音 所以是這樣分的 是 That's it That's it That's it 你不用Dessert 因為它是輕盛 所以你不用太多力 這個就是甜品 你看到它有兩個SF 在這裡比較重要 所以它就是 Dessert 那你前面可以聽 Dessert That's it 不要混亂啊 這個字 口試的時候 都會說錯的 尤其是 當你說得快的時候 你不知道 突然說 說急了 其實你可能會認識的 但是你會說錯 所以記住 遇到這節 就慢慢說 好了 接著這個字 應該所有教育界的人 近來都會聽 這兩年都會聽到 你耳朵都麻痺的 OK 我想家長都很熟 這個字 這個字 你弄了一些編碼 一些號碼 我們就有這個字 OK 但是有10個香港人 我都沒聽過 有任何一個香港人 是說這個字 說得對的 這個字不是讀 曲 巴曲 錯 這個字 是讀 code code 其實如果你有印象 我之前那段影片 我已經說過 這是一個Magic E 所以他就讀這個Val 就讀它自己 噢 你又有code 正如這個字 你也會讀這個字 Mode 這個字 Mode 那為什麼這個字 讀Code 你不讀這個字 就讀Mode 那為什麼你才有這個Coding 這個字 OK Coding 記住不要再說錯了 不過我想到這個字 我想選好了 Coding Coding by the way 有沒有人會寫App 可以教我寫App 因為我真的想學寫 可以 有些東西可以 經常依賴Instagram 我覺得 會比較好 試試寫App 下一個字 又是經常都會用到的 是很令人混亂 因為他在不同的 part of speech 他好像有不同的讀法 登登 大學生 中學生 小學生 都要做他 嗯 我聽到了 我聽到你讀錯 十個有九個都會讀 Presentation 我想是因為這個字 當它是前面這個part的時候 當它是一個verb的時候 會說Present Present 是吧 但其實當它轉成一個Noun的情況 我們就不會再做Present Presentation 正確的叫做Presentation 就好像那個禮物 Present Present Presentation 大學生 記住 整天說錯 很多人來見工的時候 都是說Presentation 好 下一個又是 我都忘記說到現在的 這個又要看我的徵站的畫記 看看我的圖畫 是聰明的 是不是因為我畫得太漂亮 一看就知道是巧克力 是不是 下一個字 經常讀錯 我想不可以怪大家 因為我們很均真的 我們香港人很均真的 就是你有那麼多響音 你就會讀那麼多音 老師教的 Cut Cut Choc Cut Cut OK 但其實 正確的 正確 繼續發 這個粉筆的 Ch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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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t 放在一起 Choc Lit 尤其是我知道很多人 香港都很喜歡吃巧克力 你都這麼辛苦 學了一個巧克力品牌 Go N 那些牌子 是不是 所以 沒理由讀對那個品牌 讀錯這個字 是不是 好 那麼快就去到最後一個了 到底最最最最最 最多人錯的是什麼字 好了 打大哥了 準備好嗎 準備好嗎 這個字你一定懂的 你不要以為這個字是一個很難的字 就是它越容易 我們才越容易讀錯 好 準備 1 2 3 就是大家最害怕的 D D 真的挺害怕的 但這個字就不是讀D 而D 我也不知道中文可以怎樣寫D 因為很重的力量 例如看完電影之後 不是會寫 圓 我喜歡吃蘋果 I like to eat the apple 不需要那麼誇張 因為字其實在英文的世界裡面 90%是沒有意思的 它只是一個grammatical function 它是沒有一個實際的意思 我很多時候 當我的字沒有一個實際的意思的時候 不需要得那麼明顯 所以這個字我們很輕力就可以了 D 但不是D D D 你放鬆一點 將它讀成D 好像那些BB 就會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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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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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多點練習 多點去問一下自己 讀得是不是這樣讀呢 不懂的話去查字典 或者你有其他字你覺得很難讀 或者你不明白怎麼讀的 不妨試一下inbox我 或者在下面留言 有沒有試過讀錯這些字呢 有沒有別的字你覺得很難讀 或者是經常讀錯的呢 歡迎你留言給我 那我下次再教大家 好 講到這裡 又要再講一下 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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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Instagram 和Facebook Facebook其實很少更新的 是不是應該更新的 但Instagram我會更新的 大家有沒有看的 剛剛那次問升學問題 其實很多人都要Inbox 那我就覺得很開心買這個 那大家不妨留言給我 好 下次再見 Bye